好 来关注即将要开赛的汤油杯羽毛球赛 今天凌晨的中国羽毛球队已经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 并着手备战周日开拍的汤油杯比赛 因为于阳在集训期间突然发病并且做了微疮手术 所以首次出征油波杯的小将汤金华和包一新就被顶上了一双的位置 我当时有一点慌吧 因为我觉得于阳姐还是作为我们队里的核心人物 他给我们整个队一个比较稳定的作用 但是当知道他情况有点不好的时候 我们又被顶上一双 我就觉得当时一下子有点懵 然后后来就觉得压力挺大的 一定是做好上场的准备的 不管是二双还是一双 反而对于我们来说 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上了一双 可能更能证明我们的实力 然后去冲击对手 不会像在二双 如果在二双的话不是一比二就是二比一 那样的压力反而会更大 汤金华和包一新今年都只有22岁 没打过世界团体大赛 而且固定搭配只有七个月 国际赛场上他们连战连结 一口气冲到了世界第二 一共我们俩配打了十战比赛吧 拿了九战 但是这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基本上等于是都在河边走 因为基本上很多比赛 要不然就是落后追上去 要不然就是关键分 赢个两三分这样子 其实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层次 只不过说我们已经在往高水平去发展 集训期间 队友模拟韩国日本等强队一双的打法 考验追对组合 结果问题暴露了不少 几位教练的讲解尽管和颜悦色 但汤金华的眼泪 还是巴搭巴搭地掉了下来 因为比赛可能还是会有压力吧 然后赛前的状态不是特别好 然后两个人配合中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可能沟通上面不是特别顺 要求高 效果反而没有以前平常心的时候那么好 因为可能是要求高了 所以就不容许自己犯错 对每一个环节要求都非常高 不管是自己还是同伴还是配合 没练好难免哭鼻子生闷气 这时除了教练组细心开导 经验丰富的大队员们 也会积极地凑上来帮忙分析 他们俩现在可能就有一点觉得自身都有点打不出来自己的水平 但过多的去考虑配合 我觉得相反可能没有前一段时间发挥那么好吧 在这个团队我要起到一个核心队员的作用 去帮助他们去避免一些场上会出现的困难 使得他们有更好的发挥 在这个团队里面有更好的发挥